下面我们说第六诗 叫两手攀足顾伸腰 接上一诗 重心左移 两手外展 转掌 掌心朝上 身体直立 和肩一样宽 好 唇肘下落 到肩高屈腿 按掌在腹前 转掌指尖朝前 好 前身 上起身体直立 好 转掌掌心相对 伸肘下落 到胸前 转掌 好 腋下穿出 好 走我们的后边 这叫磨蕴 好 到环跳穴以后 开始俯身 好 沿着脚外侧 到脚尖 好 这个时候大家看我的后背 还是在弓着 好 我的手掌下摁脚面的时候 要抬头 要抬头塌腰 好 这个时候我的后背要塌下来 不能再攻着 好 穿掌 前穿 好 后背是要平的 起来 这是两手攀足 顾肾腰 咱们在手向下磨蕴的过程当中 正好是在按摩我们的膀胱筋 啊 肾腰 同时得到锻炼 好 我完整的做一遍 第六诗 两手攀足 顾肾腰 从第五诗的结束开始 转掌 胸前翻掌 页下穿出 好 后背 还跳 远着膀胱筋 磨蕴 抬头 踏腰 按掌 前穿 这个动作一共有三个 好 第二个 好 我只做两个 在这里边呢 看我的举手 举手呢 要求是两臂 微贴耳 不要做成这样的举手 指尖上穿 好 但是记住不要耸肩 肩要沉下来 好 转掌的时候 注意 掌心相对 实际上是肘微曲 千万不要做成 看喇叭 行 转掌 好 沉间坠肘 下 按 到胸前 好 转掌 一下穿出 穿出的时候注意 如果是直 手伸直的话 看 我的肩就起来了 所以在穿掌的时候呢 手指弯曲 一下穿出 好 然后 向下磨运 到环跳穴 向前俯伸 好 转到脚两侧 按掌抬头 他腰 好 咱们在坐 往前穿的时候 一定注意 尽量 前穿 后坐 好 后背 要坐平 起 这一式呢 也能够锻炼我们的背肌 好 转掌 好 按掌到胸前 端平 这个有人做的时候容易做成这样 啊 咱们要端平 转掌 好 腋下穿出 好 磨运 鼠身 好 抬头 他腰 按掌 穿出 好 这个一共做三个 好